1200元基北北陶都會通 將在7月1號正式啟用 以往購買1280月票的民眾 若無使用基北北陶境內台鐵客運 機場捷運或桃園市及基隆市公車和腳踏車需求 建議持續使用到6月30號期滿 但如果要搬離退票 也可以到北捷線上退費網站搬離 那我們配合行政院TPAS的通勤月票的方案 那我們預計1200的基北北陶都會通定期票 會在7月1號開始使用 那我們原本的雙北1280的定期票 也會只販售到我們6月30 那當然已經使用1280的民眾呢 其實如果還在校期內的話 民眾也可以繼續使用完 如果沒有特別說還要去基隆或桃園的需求的話 那1280的定期票還可以繼續使用 那如果說民眾要退票的話 其實北捷也有提供線上的服務 在民眾只要不繼續使用 一年內其實都可以退票1280 那1200年的部分7月1號開始上限使用 那也歡迎民眾可以購買來做一個使用 基北北陶都會通使用範圍擴大到基隆、雙北和桃園四大區 增加台鐵、國道客運及桃園機場捷運服務 鼓勵更多民眾使用公共運輸 目前的話從6月15號開始 就民眾可以開始預購我們的1200的 這個都會通定期票 那截至昨天應該總計販售大概6萬多張 那因為7月1號才開始使用 那可能目前還有1280的使用者 那很多人還沒有來購買我們1200 那後續的話就是看民眾的使用 應該我們會持續觀察這個購買的量 那因為其實1280的雙北這個定期票的部分 每個月平均大概有30萬張的購買量 所以我們預期1200推出的時候 基本上原本1280都應該會轉換來做一個使用 那再加記說基隆跟桃園來雙北市的民眾的話 我們預期的話應該是比較保守估計 應該會達到42萬張的這個購買量 那只是因為1280目前還在使用中啦 所以我們而且7月1號才 7月1號又是禮拜六 所以我們預期說7月3號上班日之後 可能有些民眾才會陸續來購買做一個使用 我們也有在思考說後面還有沒有什麼行銷活動 對如果說有機會有一些配合的部分 我們可能還會搭配上次這種抽獎活動的方式 我們會在思考中 1280月票從107年開始販售以來 累計售出1621萬多張 搭乘運輸的人大約有20.59%使用 平均每張搭乘金額約1650元 幫民眾審核包錢 現在月票更便宜 搭乘範圍更廣 期盼讓北部生活圈更加緊密 也持續朝環保目標前行 記者溫君台北報導 好 好 谢谢大家